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OpenAI 近日 Sam Altman发表制公司的讯息时表示 我将重返OpenAI担任首席执行官 同时 Maira将回归CTO职位 Brad Brockman担任总裁 新的初始董事会将包括主席 Brad Taylor Larry Summers和Adam D'Angelo 微软将以无投票全观察员的身份 加入OpenAI董事会 虽然Ilya将不再担任董事会成员 但OpenAI正在讨论她 如何继续在OpenAI的工作 Ilya是AI领域的指路明灯 也是人类的瑰宝 目前我们有三个当务之急 首先 推进研究计划 并进一步投资于全面的安全努力 这一直是公司工作的核心 其次 持续改进和部署产品 服务于客户 让人们体验AI的好处 并有机会塑造它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 Brad Taylor Larry Summers和Adam D'Angelo 将致力于构建 具有多样化视角的董事会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并监督对近期事件的独立审查 我非常期待 将与全球最优秀的团队 一起建设有益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对此 OpenAI董事会新任主席 Brad Taylor表示 我仅代表OpenAI董事会 向整个OpenAI社区 特别是所有OpenAI员工表示感谢 他们在过去的一周里 齐心协力 为公司找到了前进的道路 我们致力于加强OpenAI的公司治理 我们计划建立一个 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合格 多元化的董事会 他们的集体经验 代表了OpenAI使命的广度 从技术到安全到政策 我们很高兴 微软将以无投票全观察员的身份 加入OpenAI董事会 我们将进一步稳定 OpenAI组织 召集董事会独立委员会 来监督对近期SAM被辞退事件的审查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留言我们